啊,大家好啊,大家好,这个,这个我讲一下,呃,嗯,最近呢,最近在那个自由,自由民主主义跟那个社会主义的区别,这个我,我觉得你在,你在中学啊,或者是高高中学的时候都学过了吧, 嗯,我的学历其实说实话不太高,啊,然后说一下,这个,这个社会,社会主义呢,这个他们说的是,基本,基本上是这样的,就不要,不要听一些那个,专业的那个书里面,那个汉不浪灯的那个复杂的东西, 你不用听,不用看,那么多,除非你要学,学那么盛盛的,盛盛的那个知识,除非,除非这种情况之外,你们都不用学,不用学吧,就反正呢,反正这,这些那个社会主义的话, 这个政府啊,这个社会主义的那个,社会主义的那个国家,说,这个,这个是很多富人,很多有钱人是傻逼,然后,就,你们没钱的,你们生活的那么,他妈的游戏, 那个仓库的原因是,你们被那个,有钱的人,被欺负的,所以说,那个政府,先出来说,啊,我们打击那个,有钱的那个人,大企业啊,他们有钱,因为他们有钱,所以你们没钱的,这种简单的方法呢,这个,现在的韩国是,也是这样, 这个那个文,文在寅啊,我不知道是那个汉字是什么,怎么用的,那个他,那那个总统的那个,我,我自己那个总统的那个,用什么字,我,我也不太认识,为什么,因为我讨厌他,我不太尊重他,那个傻逼就是一个那个骗子,文在寅啊,文在寅和金大总是,他们两个都是骗剧,陆选, 陆选也是骗子,但是金大总,金大总,内心比较恶,比那个陆选更恶嘛,那些那个邪恶的本质, 人家,你的脑袋,不太灵活的话,不会感觉出来,在美国的奥巴马的,在美国的奥巴马,他一直说是好好的话, 你们好,这些好,当然好,可是呢,实际上,实际上,他们只要关注他们的利益,不太关注你们的利益, 这就是那个政治家的那个正向,这个这个甚至,甚至不不只是,不仅是在那个社会主义的那个政治家的那个问题, 所有的政治家,我个人觉得是政治家,就是很弹钱的,就是欲望,太大的,知道吗? 可是,右排的,也是很弹钱的,但是,左排的话,他们也是弹钱,但是表面上跟你们说,他们是好人, 他们不仅是打击右排的政治家,他们也是打击你们的圣伙,所以,那个俊福, 你看那个北韩嘛,他们有俊福嘛,俊穷,那个穷逼得穷, 你看那个上胖子啊,你觉得他们那个老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? 中国大陆啊,上海啊,你们所谓的那个北上广,你们人口的1%, 那个富有的,有钱的人,比韩国更扭逼,扭逼啊,这个我承认了,可是, 另外的98%,97%呢?他们也是球逼啊,你有没有,没有听过, 一个李克强,在讲的话吗? 差不多,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数字,数字,8亿,还是9亿的,我不知道中国的人口总共是多少, 好像是13亿左右吧,可是,除了那个2亿的人之外,这个换句话说, 11亿的人口,就是穷,一个月收入,不到人民币,差不多5千,4千,这个我算不出来, 可是,在韩国,你们这么累干活,干,干体力活的话,人民币,你们一个月能赚,差不多人民币, 8千1万,你们想一想吧,你们是不是有,在你们的教育方法,教育方法,或者是,你们那个,从小的时候, 爱国啊,爱国啊,爱党啊,这个他妈的,那个,扭逼的,那个, 骗人的东西,你们,脑袋里,就,被洗脑的, 太厉害, 这人类啊, 人类,就去, 别的地方,别的环境,反思, 思考,不一定,不一定是,自己是, 自己总,自己总是是对的, 你们反思一下, 这个,这个挺重要的, 不管是你的地位, 身份,不管是你是什么地位,或者身份, 你要反思, 才有进步, 不管是什么年龄啊, 不管你是60岁,不管你是青少年啊, 不管你们是20岁30岁, 你们反思, 你们,你们的政府, 或者是金大主, 给你们是, 什么样的, 好处, 好,谢谢, 谢谢。 谢谢。